- 還沒訂閱的你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才會收到第一手的實況通知 以及精華影片資訊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優 嗨 好久不見啊 今天這一集我們來介紹我們的新職業 新種族 幻靈者 就是喵族 也就是大家所說的杜蘭族 那我們的幻靈者呢 總共會有三種方向可以下去走 一個是資源型 一個是法系 第三個就是物理召喚的部分 就是一些召喚小雞啊 白鼠啊 野豬啊 下去做傷害堆疊 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流派就是物理召喚貓 那物理召喚貓呢 他的走向其實我覺得跟盧恩龍劍有點像 主要就是要面板 面板要撐高 要撐力量 唯一不太一樣的 盧恩必須還是得去撐暴擊啊 但是召喚物理貓是不需要的 他是純打白智而已 那裝備的部分的話就是 以幾個方向下去做配置 一個就是 物理攻擊為主 物理傷害為輔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看 比型傷嘛 然後種族傷嘛 再來的話還有一個非常主要的點就是 無屬性技能加成 我們走物理召喚貓這個流派的話 因為他所有的傷害都是強制無屬 這個方向就有點類似像鳥獵 因為鳥獵所出去的也都是強制無屬 必須要去堆點你的 無屬性技能傷害 你的傷害才會再往上拉高 我警長之帽我就不動了齁 因為警長之帽就是 我在玩盧恩龍劍的時候就是 戴著 再來的話也是 黑翼單眼眼鏡可以下去用 因為他有加到全屬性技能傷害 就必須加到無屬性技能傷害 接下來的話嘴的話我是放黑桃 單身櫃子卡黑桃 他是加物傷又加體型傷的 再來的話就是背 背的話我還是用純白齁 必須有體型傷 然後又有全屬性技能傷害 感覺純白蠻萬用的啦 衣服的部分的話 我是用 我是用音符 他就是加物攻 然後不防趴 然後接下來就是物理傷害 再來的話裝備流派 裝備流派的話是用提爾 我有用過提爾下去做測試 也有用過巨龍之息這個套裝下去做測試 這樣測試下來還是提爾比較高啦 就是因為我們還是 面法還是要先堆高為主 然後武器的話 貓族的武器也只有胡偉草可以拿 流派的選擇性的話就是 用生命考慮這個流派 主要就是去加召喚物的傷害 然後再來就是主要的靈魂犧牲這個技能 還有自然狂怒這個技能 那等一下我們來講到技能的話會說到 改版完之後呢 他會出一個貓神幻境 他會出這個副本 這個副本的話主要就是 打這個新的飾品 那這個就是賽季飾品 就跟我們的二進神殿打到的賽季裝備是一樣的 裝備上去的話就可以去選擇流派 比較不太一樣的是 他是必須要去打材料下去做洗練的 或者是你打到了這個貓眼石 可以直接去把能力直接 耗用在這個賽季飾品上面 就是這個 會耀聖式 這個會耀聖式 這個該怎麼洗練呢 下面有個開始駐靈 駐靈的話你必須要有個這個貓神水晶 這貓神水晶的話貓神幻境也可以打到 然後他總共可以去洗練到五條的屬性 那磁條的預覽可以在右下角這邊看得到 他也有氛圍品質 同時品質是最高 然後他拿到的那個數值就是最好 他還有另外一個叫做神恩屬性 那神恩屬性的話就有點類似像我們的父母 拿到這個的 金磁條的話 他加成能力就會很高 我們在駐靈的時候呢 也有8%機率可以拿到神恩磁條 如果你把這個打開 你可以去注入這個貓貓符籤這個材料下去 還會再另外加8% 你在洗的時候會變成有16%的機率可以拿到神恩的紙條 那這個的取得方式也是貓神幻境就可以拿到 在神恩刻印這個貓眼石這個東西 他必須去貓神幻境裡面打這個貓眼石碎片 然後這邊有寫到貓神幻境拿 這邊再可以拿去做合成 合成一次是15顆 然後他是拿到隨機的 拿到紅色你開到的就是紅色階級的屬性 他直接這邊刻印消耗直接花Z幣1萬 就可以拿去做鑑定 你就可以知道說你拿到是什麼樣的能力 那紅色開出來都是LV3的 那金色的話都是LV2 不管是在貓眼石這一塊或者是助靈屬性這裡 全部的材料都是可以從貓神幻境拿到的 然後這邊還要說到一個 助靈的屬性此條這邊 目前知道的是不同階級的屬性 他可以重複存在著 像是物理攻擊這個這條紫色 這個物理攻擊是藍色的 但是這兩條是可以重複存在在這裡面的 紫色跟紫色的會不會同時存在呢 這個我目前還沒有洗出來 感覺應該是不行的 應該是要不同階級的同樣屬性才可以同時存在 我們的這個視頻呢 我們選擇流派就是 混沌 選擇流派就是混沌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卡片 那卡片的話我目前都是沒有更動的 就是照樣還是用我盧恩龍劍的卡片配置 同時是藍鼠 然後單一眼睛這邊是哥布林首領 黑桃這邊的話就是插天使玻璃二階的 然後背勢的話惡魔玻璃 增加PVE增傷的 我的盾牌是用肩甲蟲 低風的話是用 流浪之狼去增加物傷的 然後藍風吐增加血量的 然後鞋子的話兩個都是加血量的 飾品的話應該大家比較有問題 原本的話我們都會去放一張 異界獸刃弓箭手卡片嘛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玩 物理召喚貓的話 他是沒有暴擊的 所以他不會去觸發他的唯一條件 所以我們就把他拿掉了 現在就是全部上異界塔螂卡 那目前我只有三張異界塔螂卡 然後另外一張就是插普通塔螂卡 去增加自己的面板 那附魔的部分呢 頭刺是用決鬥 然後其他的就是去增加你的力量跟你的物攻 臉刺跟嘴刺都是上瑞戰 我沒有在玩PVP 所以我都直接去增加PVE的那個數值 然後衣服、鞋子、披風都是去增加你的力量跟你的血量 就是輝煌配力量 盾牌的話就看自己需求 我是用石膚啦 為什麼血量也必須要兼顧到 是因為物理召喚貓 他也是屬於近戰的 武器還有你兩個飾品的附魔都是上斗制 下面副詞條的話都是配到物理攻擊卡5制 那我的衣服的話是上決鬥 備飾的話也是上決鬥 技能的部分的話 一轉這邊的話 我是把一些被動全部都把它點滿 然後一些支援型的技能把它點滿 因為這邊輸出的部分其實用不到 再來的話二轉這邊的話 小雞卓吉跟白鼠創傷 這兩個一定要把它點滿 其他的話就是被動的 這個生命力量要把它點滿 他是有加到10%的物理攻擊 這一定要點滿 我是有點夜視 再來的話 喵士丹丹 這一個的話是有增加到 忽視物理防禦趴的 還有忽視魔法防禦趴的 這個也一定要點滿 接下來剩下的就是要看自己要點什麼 我是把他點活蝦跟蝦群 2.5 然後海洋力量點滿 這次被動是有增加那個 物傷解敏 還有魔傷解敏 再來禁二這個部分的話 野豬之魂一定要把它點滿 因為他是召喚技能 然後還有瘋兔胡蘿蔔重擊 跟生命之魂 這三個必定點滿 野豬之魂是一個 主要的一個傷害技能 再來就是 我們瘋兔胡蘿蔔重擊 他是一個核心的傷害技能 接下來的話 生命之魂他是增加這兩個技能的 趴數 直接增加20%的傷害 這三個必定點滿 其他的話呢 就是把被動 然後把資源型技能 把它點上去 剩下三點 我是把它點到自己來 如果你有別的想法 也可以點別的 三轉這個部分的話 一定要把靈魂犧牲 還有自然狂怒 生命同心 自然狂怒也是一個核心技能 核心傷害技能 然後靈魂犧牲也是 生命同心的話 他是每點自然能量提高的話 就會增加物理攻擊一把 這個被動一定要把它點滿 然後剩下六點 我就是把它點到自己來 大育夥伴 那是資源技能 自動設定這邊 因為自動設定只能放這一些 很多的資源型技能 是沒有辦法放進去的 希望是也可以開一個什麼 全能征服之類的 或者是全能召喚也可以 因為光召喚的技能 我就必須要放到四招了 看能不能直接有個全能召喚也不錯 我是建議官方可以多個 兩個按鈕出來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羽毛 羽毛的部分的話 我沒有變動 還是沿用我原本 盧恩龍劍的配法 弓的部分的話 就是拿天空極秀 時間空間英勇 都是增加力量跟增加物工還有孤房的 然後房的部分的話就是 善良、正義、真理、自然、公民 都是增加你的物工、物傷部分 工房我都是配的一樣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接下來的話 石板的部分的話 我是放了血席穿刺 還有越戰越勇 還有致命遠心 還有行罪撕裂 流派也只有一個 這個就是我目前的配法 關心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這個圖騰一定要選 喚靈者生命 他是有去加到你的物理攻擊、物理傷害 跟無屬性技能傷害 全部都是加成到你的 召喚物的傷害 再來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原能矩陣的部分 原能矩陣的部分 我們職業技能主要就是兩個 自然之怒 跟高潔靈魂 這兩個 他加的都是召喚物的傷害 跟你的靈魂犧 這兩個一定要拿到 然後向上面的這個 矩陣的這個能力值呢 近戰傷害 跟 面板傷害 然後呼防 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齒輪的選擇 那齒輪選擇的話 核心主要有三個 聚力風吐 還有魔力波長逆轉 還有個血流不止 對流血狀態敵人傷害提高10% 白鼠的那個召喚物技能 他是會 有機率造成對方流血狀態 你就可以再額外再提高10%的傷害上去 這三個是核心能力 接下來的話就是 生命力量先拿 接下來的話就是暴怒野豬 再來才是靈活小技 屋裡召喚貓的話他是近戰 為什麼是近戰呢 來我們來直接看一下實戰就知道了 自動這邊設定這邊 我是放 自然狂怒 風吐胡蘿蔔 撞擊 還有 小雞灼擊 白鼠創傷 野豬之魂 還有 靈魂犧牲 這六個技能 不放普攻 技能格太少了 站遠的時候給你們看一下他的施放 他在 三招小招的 像小雞白鼠跟野豬之魂這三招小招的技能的時候 這三隻招出來都會在你的目標物的底下出現 但是你的 自然狂怒 這三隻 野豬王跟小雞王還有白鼠王 他是直接出現在人物底下 所以如果你站的遠 然後你放 吃放自然狂怒 他們三隻就必須要從你腳下走到你的目標物那邊 他走過去的這個時間點 他就沒有辦法去造成怪物的傷害 他存在也只有7秒而已 所以你必須要走到 要打的那隻怪的旁邊 造成的秒傷才會夠 這個也意味著 你也不能太亂 所以為什麼要去增加你的體質跟血量就是這個樣子 他是屬於近戰的流派 我自己 目前這樣測下來測了兩天左右 原本是玩盧恩龍劍 盧恩龍劍 我在測秒傷的時候 差不多在1億2到1億3左右 但是物理召喚貓測出來的 秒傷是 1億7左右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覺得物理召喚貓是可以玩的 只是說 玩起來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一個就是攻速暴擊 附加傷害為主的盧恩龍劍流 物理召喚貓就是 光靠就是召喚物的 傷害再加上瘋兔胡蘿蔔重擊 這個傷害是最高的 那我們今天介紹 物理召喚貓這個流派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 你覺得我 哪邊有講的不太對 或哪邊需要 做調整的話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OK 我是阿優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